证人玫瑰 手勇于香 大家好 这里是禅佛 要是这样诵经 效果就大了 可惜很多人不知道 读《抹布经》的时候 要学经里面是怎么发愿的 也要学它发愿 二 要观想为什么发这么大的愿 三 不起执着 没有能诵的我 也没有所诵的经 念经时读诵 你的心跟经结成一体 四 你在读的时候 随经文的意思入观 如果没有杂乱心 你读读就会入定的 所谓入定的意思 例如你读华严经 你会入到华严境界 而且在定中读经 速度非常快 五 懂得意思再去读 效果更好一点 六 读完经 要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都能闻法得度 发愿希望菩萨加持 度托他们 免除他们的灾难 这就是心菩萨道 七 习读诵大成 不但自己去习去读 也劝别人去习去读 这样子就能够得到无上智慧 你若是读普门品 普门品是赞叹观世音菩萨功德 观世音菩萨说 你遇到什么灾难 只要一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能救苦救难 经文上是这样说 你要知道 念观世音菩萨要置心 不置心不会来 如果你会修观的 念普门品的时候 你观想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发这么大愿 我也要学他 读诵他过去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故事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过去所做的事情 你读他也要学他发愿 诵经的时候要把观夹进去 效果就大 那样才能断烦恼 有的道友们曾经这样问过 我说 诵普闲横愿品已经送了几千步 每天送一步的话 我送了十几年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说你是怎么送的 他说拿着经本念就是了 对不对呢 对 我说 你所说的效果是要求什么效果呢 你最初发的是什么愿 在洗颂的时候 你得发愿 你读哪一部经 或者读地藏经 那就随顺地藏菩萨发愿读地藏经 你读普门品 就随着观世音菩萨发愿 读普贤横愿品 就要随着普闲菩萨发愿 你这样送效果就大了 你如果能够了解这部经的含义 送的时候 要是不起执着 没有能送的我 也没有所送的经 念经时读送 你的心跟经结成一体 你的心跟观世音菩萨结成一体 你读哪一部经 就跟哪一部菩萨结为一体 那就叫入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就是你读经的一个方式 读完了经一定要回向 开始读的时候要发愿 读完了要回向 过程一定得做 这就叫修行 你读经就是在这儿行菩萨道 就是修行 我自己坐在那儿念 我怎么行菩萨道呢 把你读经的读送功德 加持回向给一切众生 特别是三恶道的众生 你发愿希望菩萨加持 度托他们 免除他们的灾难 回向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心里的力量 我们所做事业的力量 所得的报酬都拿去给他们 向我们打工 把打工赚来的钱 供养三宝 看见穷苦的众生 不失给他 这种功德是很大的 但是你不知道 在读诵经的时候也如是 你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菩萨加持你 三宝加持你 希望三宝加持一切众生 无论有缘无缘 这样你在读诵的时候 才能断烦恼 行诵的时候 能够除灭大烦恼 得到无上志 否则的话 你照着经文 只念那个字 你是得不到的 读的时候 念的时候 要加上观想力 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无上志 因为大家修订的少 念药师经是为了消灾免难 减除痛苦 使我身心健康不害病 乃至于已经有病了 使他除愈 菩萨加倍除愈 你读药师经也得会读 同时你在读的时候 随经文的意思入关 定跟慧良者是相结合在一起的 你在读的时候 如果没有杂乱心 你读读就会入定的 这可不是睡觉 读到昏尘也像入定一样 那就混淆了 所谓入定的意思 例如你读华言经 你会入到华言境界 读经就是修会 也是修福 金刚经讲般若空义 读金刚经 福德之大 超过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供养 比那个布施的功德都大 这就是福 而且能用 能得到会 那就是会 福会双修 才可以得到般若志 经文当中好像没有说修法 其实每部经都告诉我们方法 你得修习 习的时候就是学 你这样的读才能够得到受用 佛令这一切的众生 要是有大成根基的 专门修大成的 让他习读送大成 不但自己去习去读 也劝别人去习去读 这样子能够得到五上智慧 也因为读大成经典 回向给一切众生 除一切苦 可以消除众生所有的苦难 你自己读 让一切众生也读 令他们去入五位城 五位城成了佛之后 有四五所谓 谓是畏惧的 我们现在畏惧的情形很多 有很多道友读地藏经 感应不同 或者看见鬼神 或者发冷 这并不是坏现象 这个时候你都要问一问 这是他有畏惧 不敢再读经 本来读经是消除畏惧的 但是他有了畏惧 由读经而感受畏惧 这种情况很多 不只是地藏经 读别的经也会有 你要先明了 读诵大成经就有互法互持 怎么会有这种恐怖感呢 本来读经的时候 能够去向无畏 去向没恐怖 佛的似无畏 是一切智无畏 仗道无所谓 你修道的时候 说清楚那些仗道法 在说的时候无所谓 只有佛才能说清楚 一切的仗道法 你要修道 有些仗道必须跟你说清楚 说的时候无所畏惧 还有漏进无畏 漏进 就是再不漏落三界的意思 乃至不漏落一切众生 使他永远都得到泄托 第四是净苦到无畏 说净苦到无所畏惧 说的时候无畏惧 因为佛的智慧能够知道 这是求大成的 求大成的要想入佛制 达到佛的境界 除一切众生苦 在读诵大成经典的时候 就能得到这些利益 这跟前面求利益 得定的时候是一样的 佛说 去留由天 一切随缘 得之我性 失之我命 有则是福 无则身轻 去留由天 一切随缘 顺其自然 绝不纠缠 该来的躲不掉 谁也无法阻拦 该走的拦不住 谁也无法挽留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是你的永远都在 不是的强求不来 缘深缘浅 命中注定 缘距缘散 自有定数 得到是因为缘在 失去是因为无缘 陪伴是为了还债 离开是因为不欠 上天安排的就是正确的 命中注定的就是最好的 不要怪 不要怨 接受才是最好的结果 感恩才是最大的慈爱 短暂人生 人生短暂 生老病死 皆由天 缘分万千 万千缘分 聚聚散散 听安排 红尘一梦 惊醒后 生命到了尽头 进入下一次轮回 叫做重生 感情走到最后 迎接下一次真情 叫做醒悟 人这辈子 争什么 比什么 气什么 恨什么 钱财带不走一分 名利带不走半分 争来了财富 失去了幸福 比出了输赢 增添了忧愁 气坏了身体 伤害了自己 恨透了别人 痛苦了一生 去留游天 一切随缘吧 看淡万事 顺其自然吧 人争不过天 天乃最大 求换不来爱 爱是尊严 春去秋来 又一年 一呼一息 一声完 不管是感情 还是事情 听从上天安排 忘记不值得的 珍惜在身边的 放下没意义的 做好你该做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禅佛频道 请点赞 关注 以及分享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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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